这是一杆中三百斤的霸王枪 此枪长一丈三尺七寸 需要四个壮汉才能抬动 枪身是玄铁打造 两人站在上面打斗都不会断 枪间锋利无比 击中碧王 而他的使用者却是一个山贼 能与他一绝高下的竟是两把刀 刀面窄 刀锋间 动作小 速度快 因此让人挡无可挡 必无可避 所到之处无人生还 那么这两种兵器相遇 谁更胜一筹吗 在一个小山村里 住着一户姓炎的人家 大女儿言永春十七岁 时应逃避恶霸逼回 因此进山随五眉师太习武 十年后学成归来 永春有个姑姑名叫芳姑 应金鱼算锦 人称铁嘴鱼算盘 城外十里大盛风尚 常年盘踞着一伙山费 经常下山骚扰乡林 幸好永春出手相救 赶跑了他们 永春回到村子后 一个外地女人 划着小船来到村子 女子美丽动人 名叫万艳娘 她来这里是为了求圣水 给丈夫治病 但巫师却告诉她 圣水不能给外地人 就在这时大盛风上的山贼 也来到村中 硬要把万艳娘给掳走 一旁的永春看不下去 便出手救下了万艳娘 赶跑了山贼 万艳娘是救了下来 但也把山贼给得罪了 这天永春听到外面吵吵闹闹闹 出门一看 原来是万艳娘的丈夫死了 跪在地上卖身葬夫 黄秀才此时 被万艳娘的美貌给惊着 永春和姑姑套路她 让她拿出一百两 让万艳娘葬夫 并收留了万艳娘 随后万艳娘回到永春家中 经过一番打扮 更是美艳动人 并且方姑还让万艳娘 卖豆腐的时候 把胸挺起来 这样豆腐店就会围满人 很快豆腐店外就排起了长队 这些男人都是来看万艳娘美色的 万艳娘还用出了方姑教她那一招 男人们直接就受不了 此时黄秀才也被吸引过来 很快万艳娘的美貌就传了出去 这天永春的未婚夫梁伯涛 来到了镇子上找永春 但是她却把万艳娘当成了永春 同样被她的美貌所吸引 万艳娘也对梁伯涛憨厚的样子 产生了兴趣 晚上的时候 山贼二当家翻墙而入 要把万艳娘给带走 这时梁伯涛跳出来 和她打了起来 永春此时也赶紧追了出去 没想到二当家和梁伯涛打的不分胜负 谁也奈何不了谁 二当家这时只好逃走 永春此时把梁伯涛当成了采花贼 上前就把梁伯涛揍了一顿 万艳娘赶紧上前解释 第二天 永春为了教训一下山贼 就假装外出 二当家果然上当 又来村子里抢人 结果被永春堵在了半路 随后两人就打了起来 二当家直接就被永春打成了太监 永春回到家后知道了 梁伯涛就是自己的未婚夫 却不敢和他相认 二当家被抬到山寨后 大当家随即查看了一下 然后直接笑出了声 笑了一阵后 便问二当家是谁把你搞成了这样 二当家告诉他是严永春 大当家听到后决定下山替二当家出气 到了村子后 亦不是抢钱 二不劫色 却给村民们发钱 这时永春也遇上了大当家 两人一言不合便打了起来 大当家一招棉花肚 更是让永春难以招架 两人一时间打得难舍难分 谁也奈何不了谁 于是大当家将万燕娘给带走了 要让永春再到山上和他再打一场 要是赢了 便放了万燕娘 要是输了的话 便留下当压寨夫人 梁伯涛这边还以为 万燕娘是自己的未婚妻 便要和永春一起上山救人 途中休息的时候 梁伯涛认出了 永春就是自己的未婚妻 第二天一早 永春就和梁伯涛来到了山寨 大当家这时 让手下把他的霸王枪抬出来 只见四个壮汉 缓慢地抬着出来 大当家随即接过 便爽了起来 然后插入了墙中 承诺只要三招之内拔出 便放他们离开 随即两人便站在枪上打了起来 最后永春借大当家之力 拔了出来 大当家也信守承诺 放走了三人 还和永春约定三天后 再来打一场 永春其实也深受重伤 为了彻底打败大当家 于是上山找到师父 师父用核桃给他掩饰 打败大当家的方 并告诉永春 以成员未尽 可以嫁人 于是永春找到梁伯涛 与他一起上山 两人在休息的时候 梁伯涛打蚊子的动力 让他悟出了永春拳 就是用永春寸进去破 大当家的棉花朵 第二天换回女装的永春 来到山寨 大当家直接令手下 抬出霸王枪 并对永春说 如果自己输了就叫他妈 永春这边 拿出八斩刀来对付大当家的霸王枪 一寸长一寸强 霸王枪又重又长 威力十分惊人 两人打到一个小屋中 霸王枪的优势 一下施展不开来 八斩刀却可以完美发挥优势 打败了霸王枪 之后有用永春寸进破了 大当家的棉花朵 又趁热打铁打得大当家 毫无还手之力 这下大当家真的输了 也愿赌服输的韩永春妈 最后永春也如愿地 和梁伯涛拜堂成亲 永春是90年代袁和平指导的一部经典武侠片 作为功夫片 打斗场面无疑是最重要的 而有着袁和平 袁信义 真子丹三位五指 和港星第一打解杨子琼的阵容 使得这部电影的武打场景异常精彩 那么你最喜欢电影中那个角色呢 欢迎打在评论区一起讨论 好了 今天的兵器介绍就到这里了 阿锐说片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